歡迎來到全日總結的時間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就是來自邀賊證券研究部的分析員 就是譚之樂阿娜 阿娜你好 跟大家跟進一下 今日亞太區方面的股市方面的走勢 東京日經指數方面要跌14點 收報在9156點 首爾Kospi指數要跌3點 1943點 而台北嘉權指數升了74點 收報在7506點 看到亞太區股市是個別發展 看看內地股市方面 今日內地股市是靠穩的 三大指數都可以升 大升幅不超過0.5% 上證指數升了0.54% 升了11點 收報在2118點 而滬深300指數升了11點 收報在2313點 而深淨城市是8849點 升了10點 接著要看看港股在收市方面的表現 今日跌了4點 整天來的收報是20100點 大致成交是429億 柯企指數升了31點 9825點 而其指方面升了30點 20115點 不高水是13點 成交兩方面是超過7萬張 要問一下 技術上分析 就是港股方面的走勢有怎樣分析 看今日港股方面 整個走勢上面都是一個雜幅上浪的格局 後市來說 也看得不算太差 雖然歐洲央行會買債 去舒緩歐債機這個憧憬 有機會落空 但始終市場焦點都會放回美國上面 近期來看到美國經濟數據的確是個別發展 但整體現現整個復甦施頭 暫時來說看到都是比較不錯的 看到在樓市等等方面 消費者信心指數等等 復甦施頭的確不錯 反而可能在製造業方面 受到歐洲等等的影響 都導致製造業表現得比較差 我想市場可能會比較關注 在星期三公佈的原儲局議息會議紀錄 但是我想在這方面來說 其實實際上未必會有太大的啟示 我想市場都會繼續衝勁 可能在月尾上面在Jackson Hole會議上面 看有沒有機會推出QE3 看到近期來說 第一,你說始終市場的避險情緒改善了 第二,你說的而且確說 如果有進一步的刺激措施 會刺激美國當地經濟 都會有利整個經濟復甦施 如果在這個憧憬下 後市走勢來說 看得都不算太差 看回港股的技術走勢也是 近期來說 都在高位上復復 但是都跟之前的看法一樣 只要仍然站穩在19,900點上 勢頭的確不算太差 我自己看回 只要不跌穿這個水平 後市都很大機會再成功 可以再挑戰之前的高位 即20,300點左右這個水平 如果能夠成功突破 我覺得8月份仍然有機會再試 之前5月下降裂口的底部 就是望返去20,674點 接著看完大市方面的分析 我們一來看看收市籃手股方面的最新造價 匯控收報在69.15元 升了5元 而中移動升5元 收報在82.85元 至於中國銀行收報在2.99元 升了1元 工商銀行升了2元 而建設銀行升了1元 收報在5.36元 看另外幾隻 港交所跌了1.5元 新銀行基地產沒有升跌 收報在101.7元 至於長江實業跌了5元 收報在109元 而中銀行升5元 而中國銀行升1元 收報在21.6元 中海油方面要跌 跌跌近3% 收報在15.1元 而中石化7.42元 跌了7元 而中國銀行業升5元 而中國海外跌2元 騰水控股收報在248.4元 跌了1.6元 恆之成份股方面做得最好的一隻 今天升了6%的康師傅 昨天公佈了中期的順利增長方面 升了24% 去到2.84億美元 比市場預期更好 昨天已經升了幾多 今天繼續升 其實上市空間還有多少 始終你說上市空間 我自己不會看得太多 因為始終股值都算比較高 而且最主要利好因素 都是原材料價格下跌 銷售量仍然保持穩定增長 第二方面 銷售量 我相信未來的確保持穩定增長 但原材料價格方面 始終擔心 你說一些食品價格 例如大米 柑柑油等等 都會有一個見底回升的跡象 始終在說內地方面 對於這方面的食品 都有一定的需求在 你說接下來這些原材料價格 會不會繼續不斷地持續下跌 始終覺得未必認為 這方面的利好因素 我都會擔心開支反映到7-7-8-8 所以在後市來說 我自己看回都不會看得太樂觀 但你說業績做得好 相信今年整體現場 整年的表現都不會太差 的確會有利股價 短期來說有個升勢 再看回技術走勢 我想後市比較關鍵的阻力 暫時大約在23.9-23元這個水平 如果你說短炒持有 我建議可以撐回23元這些水平 才行估出 但如果我想買的 現階段始終 目前22元望到23.9-23元這些水平 上網空間不多 所以都建議 如果想買一些食品股 都後回落到20.5元 這些位置才行買入 後市目標仍然望到23元這些水平 不好 說完行市成份股裡面做得最好 就要講講講最差的表現 今天做得比較訊息 就是803宗海有 見到就是眼走收市之後 公佈了上半年的純利 就是按年倒退了19% 去到318.7元人民幣 按年跌了就是19% 其實業績是差過預期的 見到眼周回來的股價 都是股價比較大 你又怎樣看這一隻呢 在收市的時候 已經是跌了3% 你看看中開油的業績 沒錯 我想今天股價跌得比較多 都是最主要份業績 比較令人失望 其實看中開油份業績 好的東西 例如說其實都有好的東西 好的東西就是 看到第一步利稅方面 的確是少了 這方面其實之前都反映了出來 第二方面 你說見到 始終油價仍然有保持的升勢 始終這兩方面的利好因素 都反映到七七八八 反而看到份業績 你看到產量 亦都不合市場預期 而且看到這些 times原油的成本 亦大幅上升 都導致股價受壓 但是我自己看回 整體仍然 你說產量下跌 最主要都是一些油田 仍然是繼續停產 這方面 你說未來後市 會不會繼續看淡 我自己覺得未必 因為始終說 之前中開油 亦都收購了加拿大 一間Nexus 的公司 你說未來一旦 宣布收購成功 相信對產能來說 都有一個幫助 都會抵消利淡因素 你說至於生產成本 不斷地上升 我想始終說 收購完這間公司 吸取了一些 比較先進的公司技術之後 對生產成本來說 都有一個改善空間 所以前景來說 一旦之前宣布收購 公司的事實落成 對股台來說 都有正面的幫助 所以後市我不會看得太淡 你看回整個技術走勢來說 沒錯 今天的股幅的確是比較大 但如果不跌穿重要的支持位 即14.7號這個水平 我個人建議都可以繼續持有 後市仍然是上網 16元左右這些水平 但如果我覺得做中場市市有 可以看高一點 去看17元這些水平 另外說到今天幾隻股份 都公佈了業績 當中包括了體育用品股 有幾隻都公佈了中期業績 當中包括有Pack 特步和361度 當中見到 做得比較好的就是特步 其實在數字上面 見到在逆例方面 就是升了0.30% 其實在數字上面 應該怎樣分析呢 如果隔壁觀眾想去買體育用品股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些甚麼 剛才看整體現言這些數字 最主要是關注為何特步做得比較好 始終都是說毛利沒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跌幅 最主要為何毛利沒有跌幅 主要都是說公司 銷售策略方面等等 都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宣傳做得比另外兩間公司 的確是比較好的 整體現言 但始終整個運動業 雖然都是面臨著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存貨的上升 始終動在說銷售渠道 銷售渠道的表現都不是太理想 整體現言 我相信未來 仍然都有一個隱憂在這裡 所以我都不會過分看好 但如果一看特步自己的股價表現 從技術走勢 都升穿了一條中期下降軌 整個走勢的確是不錯的 我自己看如果特步還有持有的投資者 可以看待三個二至三個三厘水平 才可以考慮顧出 好,謝謝你在這裡 全日總結的時間差不多來到這裡 我和你做個新報 剛剛所說的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好,謝謝大家 這次時間差不多 和大家跟進多次 今天大致來說跌了四點 收報在二萬零一八點 明天九點半 開始金融的時候再見大家 來給大家看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